一家公司来到偏僻的郊外度假屋去参加团建 然而他们刚到这里 度假屋服务员与公司员工便接连被杀 凶手到底有什么目的 他们之中谁又能活到最后 与歌出品必是精品 今天的来部重口味 瑞典黑色幽默惊悚片 影片开始 九名市政工作人员乘多气桌 前往一个度假村去参加团建 市政府又在小镇上 建一家购物中心 明天就是破土动工一事了 小帅是项目经理 女上司直言 推进这个项目最终执行 这小伙克服了不少困难 鞠躬至违光不可没 度假村的四名工作人员 热情接到了九位仙道的宾客 厨师老卡想详细介绍一下情况 却被不懂礼貌的市政员工打断 只得将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 随呦每个人都分到了各自的房间 谁和谁住在同一个房间 居然是根据星座安排的 真是奇葩 再看另一边 主厨煮饭时发现 没有瓦斯了 点不着火 只得开车出去冲瓦斯 中途一根带钉子的木头扎进了车推 这下车打开不动了 在这个荒郊野岭 也没人可以求援 主厨向林子里走去 发现林子里绑着雪多钢丝 疑惑之时 背后一只神秘人送了他盒饭 另一边 小帅独一扬言的小同事自吹自擂 说自己说服了建筑公司 收第一人的租金 吸引了不少大型连锁店入住 比如宜家 而女主因工作量严重超富货 刚休闻病假回来 只有眼镜隔关心头 这所购物中心的建造 市民们颇有争议 同事们也觉得 小帅将这块地卖给建筑公司价格太低了 黄毛却和你上司 一唱一鹤的替小帅说话 女主查看过合同后提出了一役 咱们为了建购物中心 毁了一位老农的农场 怎么没有对他家的赔偿协议 小帅子说 女主之前也正在合同上签了名 女主却说 当时签打并不是这份合同 女上司马上跳出来打圆场 表示 咱是一个团队 不能有这种猜忌与质疑 之前一位员工大叔老福 就因为反对一瓶老农的农场 用钢笔扎下了女上司 主厨意外失踪 没人给做饭 度假村只能提供凉热狗冲击 员工买一个个满肤怨言 其实小帅当着大眼找到女主 表示 女主当着大家面质疑那份合同 令自己很难堪 女主直言 可我确实没签过那些合同 小帅指出 有可能是因为女主压力太大 忘记自己曾签了这份合同 要她别再乱说话 找不到主厨 度假村服务员很美 忙得不可开交 服务员酱油哥 给小帅送完厕纸后 看到屋里有啤酒 便拿了一罐 躺在外边的睡袋上 悠闲地喝了起来 却刚喝一口 就被一口开山都开了糖 随后一个身着奇怪中处的人 走进了度假屋 原来她是镇上的吉祥物小黑探 阿婆却自顾自地指出 购物中心会破坏环保 员工们健壮 一起抄出了起来 吉祥物健壮 一把扯下头罩 原来她是小帅伴的 怒斥大家 不懂得欣赏自己的娱乐项目 太不尊重人了 女领头找到朱帅 安美她 别和那些人一般见识 并决定 明天让她这个年轻有为的小伙 下第一场 这黄金场 还真够酷的 这时团建项目开始了 负责游戏项目的小美 收走了每个人的手机 并让大家回屋 换上耐磨的衣服后再出来 这时女主才从眼睛哥口中得知 那个被一平农场的老农 已经狠狠自尽了 第一个游戏项目是盗墓法 每次燃一个小组 每左右两块板的 60个塑料瓶和两卷胶带 要在最短时间内 造出能过河的墓法 最终小帅所在的年轻人队 率先奏罚成功 女主所在的中老年队 则出师不力 尚未出海便沉了船 另一边神秘人也潜入度假屋 不但拿走了员工们装手机的盒子 还把极限外的头罩 套到了自己脑袋上 服务员黑妹发现 路由器被人搞坏了 检查时 神秘人神秘的出现了 黑妹边逃边反击 这飞刀制的不错 神秘人却毛都没伤到 用大喷头喷他 也没求用 最终 黑妹被神秘人一铁饼打倒 第三个领了盒饭 如今度假村员工 只剩小美一人了 这个游戏 是模拟一个场景 大家坐在一艘 正在下船的船上 需要在有限的时间内 达成共识 抢救清单上的哪些东西 时间只有一分钟 黄毛提议保留测证 小帅又就笔记本电脑 美人各执一词 谁都不肯妥协 这都啥团队啊 不知道该最新 巧巧食物与水吗 接下来这项游戏 是坐滑左凳的河对面 小美想让女主先来 其他人也怂恿小美心上 并亦且为的鼓劲 小帅则也与女主 如果害怕 放弃也是一种美德 激进法成功 女主接受了求认 却刚登上台阶 便再次放弃 卸下装备回了度假村 但其实女主另有目的 她知道小帅隐藏了 不可告诉的秘密 潜进她的小屋 照着她的笔记本电脑 黑进了她的邮箱 竟然发现 小帅经地 以超低价的价格 卖给建筑公司 用这种方式投诚 与建筑公司签订雇佣活动 成了他们的员工 女主将这些证据 拷败到U盘 准备举报 此时 员工们已完成滑锁游戏 回到了度假屋 小美却发现 装员工手机的盒子不见了 小帅的吉祥物头照也没了 小帅气哼哼地回了屋 女主忙躲在床下 好在小帅 只是回来换了个衣服 又出去了 另一边 神秘人正在岸边打到陷阱 这头陷阱 是给谁准备的呢 不知不觉到了晚上 虽然没有了手机 一行人仍然玩着超嗨 啤酒 热浴棚 小夜灯 气氛烘托在这儿了 必须嗨到爆 此时 度假屋唯一一位员工小美 也在寻找同事时 遭遇了神秘人的攻击 要说毕竟是团舰队长 这逃跑速度 可比另三位快多了 闪逼技术也是超一流 但最后还是被神秘人捶走在地 第四个儿连了盒饭大餐 另一边 一群人围在狭狭的热语棚里 聊着今天团结的成果 穿这么少贴这么近 远哥我都替他们尴尬 女主悄悄喊了眼睛哥与胖姐 将小帅串通建筑公司的事告诉了二人 他们道歉了合同 还让黄毛伪造了女主的签名 根本没有任何连锁店签约 市政府被小帅坑大了 随便三人一起走的小帅与黄毛对峙 三两句便套出了实情 建筑公司也给黄毛安排了工作 鲜水打搭地 明年会去迪拜团建 小帅无言以对 喊女主去自己房间担谈 结果一进房间就耍流氓 光着屁流说自己喜欢女主 她能帮女主在建筑公司 谋得一个高薪职位 女主却不为所动 色药与利药都失败了 女主拿着油盆向小帅下通牒 要么自己坦白 终者尽说 要么将油盆交给警察 小帅脸都绿了 女主走后对着镜子 发出了张宁的咆哮 另一边神秘人带着吉祥物头罩来了 黄毛还以为他是小帅 神秘人却二话不说 发动快速转动的快艇引擎 给黄毛捅了个透心凉 随后还不忘继续补兜 做了一锅人肉汤 接下来轮到女领导了 她想揉点吃的 却看到溅满红色夜景的会议室 还在地上捡刀几颗牙 出门后被神秘人捆起 吊在棋缸上伤了棋 小帅见此紧紧扒腿边投 女主跟在身后一起投 结果小帅因跑得太快 直接撞上了树林里的钢丝 女主将他扶起 两人一起继续投 二人一起乘着木筏 献河里滑去 另外几个员工逃进度假屋 看到屋内尸体后 吓得目瞪口呆 怀疑是前员工大叔老夫干的 小帅与女主偏命划水 总算逃走了神秘人到不了的河中间 这时小帅就突然停下 恶狠狠地向女主摇幽盘 如今两人是一条船舌的蚂蚱 一遮对外才行 女主将幽盘给了他 小帅就拿到幽盘后 一脚将女主踹进了河 但女主会游泳 女主游上了后 小帅的木筏也沉了 女主在树林里狂奔 不慎落入了布满尖刺的陷阱 主族的尸体也在这里 女主拔出一根尖头棍 捅走了神秘人 度假屋中的几位员工为自保 开始寻找一切能用得上的武器 胖姐想去小帅房间拿车钥匙 其他人觉得不安全 最后胖姐就将自己去拿 经过一番搜寻 车钥匙到手了 神秘人也伸手了 胖姐却拾起即使的大剪刀 剪断了自己的头发 没啥不剪神秘人的手 这迷之操作真是太迷了 随后神秘人闯进了屋 胖姐在黑暗中 插了神秘人一剪刀 逃回了度假屋 却看到神秘人 用烟花眼包了面包车 这时 女主与眼镜哥一起回来了 大家决定齐心协力 并肩欲敌 此时 在外游等的阿婆 遇见了小帅 阿婆戴上老花镜 用鱼钩帮小帅 缝上了额头上的伤口 阿婆觉得是自己的错 是她把团结的事 告诉了老夫 怪不得神秘人 没对阿婆下手 小帅在院里找到了一样 三轮小摩托 眼见神秘人又来了 让阿婆快推 最后自己一人骑着车跑了 把阿婆留给了神秘人 阿婆对老夫小致毅力 动之以轻 七七八八的说了一大堆 人尔最后摘掉神秘人头这后 却发现根本不是老夫 神秘人直接给了阿婆一勾子 阿婆瞬间被勾成了傻子 唱着歌走了 再看小帅 他的小摩托 被陆上的陷阱扎爆了胎 一头栽进了河里 另一边 女主想到了一个主意 可以利用华索逃生 临走前 眼睛哥看到报上的新闻 怀疑神秘人并不是老夫 而是自见的老农的儿子 他是替老爸报仇来了 如今敌人是谁 也将不重要了 重要的是 赶紧逃离这个鬼地方 五人小队 在夜色中向华索请进 没走两步 神秘人带着大头罩又来了 几人家的个子逃跑 胖家被递在陷阱夹到腿 在神秘人接近时 用铁罐捅了他一棍子 神秘人栽下深波 胖家总算从陷阱里挣脱出来 最终只有女主与眼镜哥 安全抵达划索区 两人戴上装备 女主努力克服内心恐惧 快速滑向对岸 滑到一半时 眼镜哥后人看到 对面有一扇陷阱墙 他努力将自己转向陷阱那边 用自己当肉地 保护了女主 没时间祭奠英雄救美的眼镜哥 女主只能带着悲痛继续上路 另一边躲在屋中的白大爷与红婶 遭到了神秘人的电锯偷袭 白大爷决定用拳头 对付破门而入的杀人狂魔 意外果然没有意外 大家的老拳 像挠痒痒一样没卵用 自己被神秘人 揍得亲妈都不认识了 却还在笑着说 今年文字真多 又领和分时 红婶像发疯一样 举着大脸刀 从背后偷袭了神秘人 神秘人被他的气势吓跑 看来再狠的杀人狂也怕疯的 在看女主 她发现了神秘人 一落在树林里的手机盒 翻出自己的手机报了警 白大爷与红婶 终于决定不再躲藏 和杀人狂拼了 这黄金铲能派上用场了 寻找敌人之时 红婶被对方从背后偷袭 勒住了脖子 红婶拍了他一酒瓶 随便与他一铁跌出了窗外 然而刚逃了两步 就被神秘人投出的飞刀溜倒 眼尖又被冲击钻捅成塞的 白大爷拔掉了电源 用点火器点到了神秘人的脑袋 神秘人却钻进水盆 很快又供了过来 这时胖舌头身后一黄金铲下去 切下了杀人狂的大脑袋 别急着走 故事还没完 警车终于来了 小帅也来了 小帅将女主扑进河里 为掩盖罪行也是拼了 女主吃了小帅一拳 但女主也不是好惹的 回头给了小帅一目过 然后勒着这浑蛋的头 硬生生扯掉了她的头皮 要以跟我说 小帅才是本片最大的反派 一切终于结束了 现在问题来了 请在五秒内回答 本片一共死了多少人 活下了多少人 最后警官将女主送出救护车 问他 这里到底发生了啥 女主心中暗骂 我他妈又不是导演 你问我 我问谁去 要命会议是奈飞2023年10月上线的黑色幽默惊悚片 本片剧情并不复杂 前半段却充斥着无用的对白 试图将环保等议题融入影片 却一点都不成功 还不如将剧情设计的更简单一些 无脑同头杀到尾更加有趣 与其他虐杀影片不同之处在于 这部电影居然有四位角色活得了最后 包括凶手在内 却死了多达十人 号称史生领和分最多 生存角色最多的电影 此外一般在这的影片 凶手都是被主角除掉的 这部电影中干掉凶手的 却是一个看上去很酱油的大姐 这处也挺出乎意料 却又在情理之中 虽然女主没干掉杀人狂 却送了小帅盒饭 或许这也是影片想告诉我们的 本片最大反派 其实是小帅 网友们评论 这部电影剧情和设定都不够优秀 我却觉得本片利益不错 如同影片中 一行人团结的目的一样 强调了团队协作的重要性 关键时光 只有大家一心 才有机会夺得胜利 虽然敌在按我代名 但毕竟我方人数众多 十三对一 只要大家齐心 共同欲敌 再可怕的对手 也没有多可怕 真正可怕的是 像小帅这种吃里扒歪 搞内讧的人渣 认贼作父的女领导 以及情报不足 便陷入为主的阿婆 只有自己人不搞自己人 自己人就不会被敌人搞死 你们说呢 好了 今儿的故事就讲到这儿吧 不甘不易 喜欢这部视频 别忘了动作小手 长个点赞鼓励一下宇哥 你们的鼓励 是我坚持下去最大的动力 给你看了一下宇哥